据解放军南部战区7日消息 解放军南部战区在位于南海黄岩岛附近展开海空联合战巡 旨在检验部队侦察预警、快速机动以及联合打击能力 南部战区发的信息很短,但是内涵丰富 侦察预警大概率是指空警500可以快速发现我国领土、领海附近的任何挑衅行为 快速机动则表示解放军在发现他国存在挑衅行为时 可以第一时间出动舰艇、无人机等海空力量抵达现场采取措施 联合打击能力则是指如果他国对我实施侵犯行为 解放军可以联合海空力量实施联合反制 必要时甚至可以开展打击行动 而就在同一天,据非美马尼拉标准报8日消息 菲律宾联合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也在黄岩岛附近展开为期两天的联合海空演习 其中,美国海军派出伊利湖号巡洋舰 该舰装备有宙斯盾武器系统 作为美国海军主力战舰之一 配备有两架SH-60海鹰舰载直升机 两套可发射标准二型舰对空导弹 BGM-109战斧巡航导弹 MK-41舰载垂直发射系统 MK-46雨雷 RGM-84A鱼叉导弹 两门MK-45轻型火炮等 可见该舰火力不容小觑 另外,还有加拿大海军蒙特利尔号护卫舰 菲律宾海军拉蒙阿尔卡拉斯巡洛舰 菲律宾海军何塞黎刹护卫舰 马尼拉表示 介于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海域不断升级的对峙行为 将加剧地区局势紧张 甚至还有些人担心中非之间会爆发大范围冲突 不过,由于美非签署了美非共同防御条约 未来华盛顿很可能会参与其中维护马尼拉利益 另据菲律宾陆军总司令 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布劳纳将军表示 此次四国联合演习 凸显了各国对于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的承诺 演习还将增强我们的集体能力 要知道 黄岩岛是我国最早发现且命名 并长期利用和管辖该岛 在元朝就已将该岛纳入长期管辖范围 黄岩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固有领土 1992年解放军勘测南海时 就已经将五星红旗升上黄岩岛 然而在1997年至2012年间 被菲律宾强行侵占 2013年 菲律宾甚至提起南海仲裁案 试图永久侵占该岛屿 从2014年至今 美非多次以演习为借口 在黄岩岛附近开展军事演习 实则是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从事非法活动 除黄岩岛以外 菲律宾近些年还在仁爱礁 仙宾礁 铁县礁等岛礁附近 多次展开非法活动 其中要数仁爱礁影响最大 仁爱礁马德雷山号登陆舰 从1999年非法的坐摊 至今已有25年 在中方的压力之下 非方曾多次表示 会将此舰拖走 但始终没有兑现承诺 从过往的新闻中也能看到 中非在仁爱礁的争端点 就是非方运送加固 补给物资到坐摊军舰 而非方的承诺 也一次次沉入大海 所以笔者认为 仁爱礁问题 还是需要使用强硬手段 打得一拳开 免得百拳来 如果当年朝鲜战争 也采用对待菲律宾的手段 想必朝鲜局势会完全倒向美国一边 再来说说仙宾礁 菲律宾海警船9701号巡逻舰 从今年4月开始非法滞留仙宾礁 在今年6月 甚至在仙宾礁海域举行更换舰长仪式 在此期间 中国海警船就在附近 最近距离可能只有几十米 从中可以看出 仁爱礁问题的拖延 会导致出现更多非法的坐摊军舰 非方能在中方眼皮下 举行更换舰长仪式 似乎也映射出 非方已经打算长期滞留仙宾礁 即使中国海警船寸步步离 如果未来菲律宾再挑起其他争端岛礁 势必会牵制更多中国海警 解放军 海空力量 其实 从近期官方通稿中也可以发现 我们在与菲律宾的斗争策略 已经发生变化 先礼后兵正在进行中 在捍卫主权的大士大飞面前 不需要遮遮掩掩 在法理 道义上非方军不占优势 如今仁爱礁 黄岩岛 仙宾礁附近 都有中国海警 海军力量活动 有强大国家 军队作为基石 非方任何非法挑衅行为 最终将获得正义制裁